一支Subwoofer 怎麽為之好呢? 量感充足當然是必須的 但有出色的層次感 以至爽快的收放 又可以好好地融合到整套家庭影院之中 就是我自己心目中的一個優質的超低音喇叭 今天我們試玩的Predition R12S 究竟又能不能做到呢? 大家好,我是艾瑞, 歡迎來到fiforsound.com 在正式開箱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資訊產品評測或教學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fiforsound.com 的YouTube 頻道 追蹤我們IG和Like我們Facebook 有最新的影音資訊會在社交網站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CRS、Comment、Like和Share 因為三部曲令這條影片推送給更多人看 謝謝大家 好,這次是第一次在新的試音室裡 試一個家庭影院的產品 所以隆重歧視, 試的產品我覺得非常有看頭 就是近年在家庭影院的產品裡 火速崛起的一個品牌就是Predition 他們最新推出的R系列的超低音喇叭 這次我們試的是R12S, 他們的12吋型號 可以看到這個超低音喇叭的尺寸也不少 一如Predition的其他產品一樣 它會取得了THX的Dominance的認證 以及在美國設計、中國生產 尺寸是523x50x8x552mm 重量很厲害, 30.6kg, 即是67.5磅 現在正式開啟出來看看 其實整個盒子類似他們的座地喇叭 因為之前我們也試過他們的座地型號 整個盒子的方式都很相似 而且很簡單, 因為超低音喇叭 所以也沒有什麼配件可見 就是有保用證 以及如果你要它的單位 就是Scan QR Code 之後會有手套給你開箱 打開包裝袋後 就看到超低音是真實 它是一個密封箱 是向前發聲的單元設計 我比較偏好這種超低音的設計 上面會有一個鏡頭 讓你掌握一些設定的資訊 然後整個造工都非常好 還有雅面的雙體 然後單元也有一個挺厚的珠唇 從前面你會看到 有一個Projection的品牌標誌 然後下面有四隻喇叭腳 都是非常大隻 可以令到運作的時候更加安全 也可以換回自己想用的腳 扭上去就能做到 之後再看背面 背面很簡單 就是18-240的宇宙電源插 Fuse 12.5A 也會有一個開關鍵 輸入也是很簡單 就是一對RCA的Input & Output 也有Balance XR的Input & Output 再來還有一個USB Type-B 用來Service用的插頭 還有一個3V至12V的Trigger連接 可以讓你接駁一些智能家居 或者你的MG支援 這樣的Trigger功能的時候 就可以開啟擴音機的時候 自動開啟超低音 然後也可以安裝喇叭網 因為我會說明顯是不容易 我覺得可以開啟擴音機 是否可以開啟擴音機 所以我反而不需要 你會不需要 去打開啟擴音機 因為我使用 R 系列和旗舰D 系列选择 当中D 系列和R 系列 会有双单元和不同尺寸的单单元产品 像 R 系列会有10 寸 12 寸 15 寸 18 寸 双10 寸和双12 寸的选择 所有型号都会是密封式设计 而我们今次实试的就是12 寸的 R 12 S 采用的自然是12 寸的单元 由玻璃纤维复合物料震膜 配合旗舰D 系列 一样有用得到的多重铝制短路环 大型磁铁 多层Lomax 纤维蜘蛛悬挂 和轻量化的铝制线圈组成 而为了好好驱动这个12 寸的单元 Preditsen 会用到1000W 压定输出抗音线路 还内置了TI 48bit DSP 引擎 和 32bit ARM Context 的 M4 处理晶片 去控制这个喇叭的所有功能 包括低通雷波的分频 TX Large Room 和 Small Room 三组预设EQ 等等 而基本设定可以用喇叭顶部的 2.4 吋 LCD 轻触屏幕进行 而厂方也特别开发了一个 专属设定App Preditsen Subwoofer 令用家可以用智能电话 或者你的平板电脑 去做更深入的设定和调调 现在和大家看看 这个轻触式的屏幕可以做到什么 其实它有四个选项 第一个是Audio Manual 你可以设定Master Level Level Trim 和EQ Mode Master Level 如果家里有几个Subwoofer 都在用Preditsen的产品 这个Master Level 是会同步地设定音压的 Level Trim 就是可以控制 这一只Subwoofer 输出的Level 调校的水平就是 -3 去到正3 之后 EQ Mode很简单 就有THX Large Room 和Small Room 你可以因应自己的使用空间 选取它的EQ模式 这次我们使用了THX Mode 接下来的设定 Input Setup 很重要 如果你用RCA 或者XLR的输入 你就在这里选择 如果你有连接了12V的Trigger 你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Combination 例如我们今次用RCA 就直接选择自动的RCA 就OK 然后LCD Backlight 就是这个Display的光暗 包括车 假设有Firmware更新 你就可以在这里掌握到 你现在这个Subwoofer的Firmware 好了 Status 就是假设你的抗音机 亮了 你就会看到它沟通了 知道究竟Subwoofer 是不是和扩音机有连接 以及连接的是什么Input 你可以用它设定的Testone 就是一个40Hz的Tone 又或者 如果你扩音机想给它一个Testone 你可以看这个Amplifier Status 如果是拾了 那你就可以在扩音机上做了 另外在SPEC也有提及过 其实它还有一个叫做Prodition Subwoofer的APP 是可以支援到的 你按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有个Master Volume 和刚刚在Display那里看到的 是会同步Singalize的了 然后你选择你现在想设定的Subwoofer 例如我们今次就是R12S 选择之后 你就可以设定 刚刚一样 有三个EQ Mode 就是你看到的THX Big Room 和Small Room 会告诉你 如果你超过40平方米 或者低过40平方米 你可以选择Big Room 和Small Room 其实因为它拿了THX认证 你选择THX就没死了 另外Trim也可以在这里做设定 另外也可以设定Course Over Phase Time Delay 等等的东西 另外如果你要做一个 自己手动调调的EQ 这个Subwoofer 在APP里也提供了三个EQ的处存 每一个都可以设定10个Band 你还可以针对地设定指定的Frequency 去做增益和Q值的设定 也是一个很深入的调调 跟轻触式的屏幕一样 Input Control那里也是 如果你自动设定 就是选择抗音机用RCA和XR 又或者你有12V的Trigger 在这里选择它也可以 在这里的Input Control 还可以做RCA和XR的Input Game 就是加6dB或者减6dB 然后在设定上面 就可以选择手术画的颜色 然后LCD屏幕的光度 显示的时间 和那个Turn On的灵敏度 也可以掌握手术画的Firmware 和可以做一个Fetch Reset 假如你会用超过一只Production的手术画 还可以做一些Group的设定 在App里面 开了New Group之后 然后加上相应的手术画 你在App里做的设定 就可以同步处理了 好,先讲讲我们这次 试这支Servoir时用的器材 首先抗音机就是天龙的AVC-X6700H 然后配合的4K Blu-ray 机就是MEDLITAR UDP-98 然后主扬声器上 会称一色是MISSION的产品 包括ZX2的前支 ZX1的后支 和ZX1的中置喇叭 然后四个天花喇叭 会用LX3D Mark II这款产品 组成了一个简单的5.1.4架构的Surround系统 然后电视机上 会用LG65吋的M4这部OLED EVO TV 好,直接进入正题 我自己觉得Person这个品牌 近年都可以说过来起得非常快 凡直的东西除了主扬声器 用了一些很独特的单元设计之外 我自己觉得Servoir的震撼力 亦是这品牌为何如此大受欢迎 特别在家庭影院上 如此大回响 我觉得Servoir都可以说功不可门 这次C-R12S 首先在使用体验上 因为它所有操控都在顶置式设计 又或者在APP上进行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设计上 其实是非常准确 因为如果以往一些Servoir 是用扭动式模仪的拨键 其实你会常常担心它的设计不太准确 特别是在分频和level的输出上 但这次完全用了一个数码设计 即透过DSP和它的处理器 去做一个精准设计的话 这方面会更准确 在使用体验上 我觉得已经是它的领先 以及一个很别出心裁 与传统的Servoir设计上 都很测验不同 整个使用体验上 是来得更高级 以及更有旗蓝的感觉 而在声音表现上 我会称呼这款Servoir 是一个量质兼备的产品 首先它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 封闭式前向发声的Servoir设计 所以在超低音质素上 我已经非常有信心 而且在量感上 也完全没有任何折衷 你看大场面 例如很多枪战 又或者是飞机飞过 在超低音工作十分繁重的场合 它的表现依然交足功课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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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然后可以 它和整个Surround的融入也做得十分好 完全感觉到Surround与其他主星导 以至天花喇叭是一整套家庭影院系统 一整套Surround系统 而不说低音就低音自己走 然后声音的细节就依赖主喇叭输出 是出来融入得十分好的超低音喇叭 抗音线路上亦可控制单元控制得十分好 在我们的房间上,即使开了一个很大的音码 也没有炒耳感和Bumbling 以至一些超低音不好听的情况出现 而且你亦可感受到单元是受控 可以出到一个大的亮感之余 前后的收放和下潜都做得十分好 可以出发 而且在这一间150尺左右的试音室里面 这12吋的单元 我觉得已经填得十分饱满了 不止整个音场前面有声音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 是真的帮着所有SERRON喇叭 都会感受到它的低音效果 我自己真的非常满意 Pradition R12S 声音的表现 也许被转叭 I'm of the deeper watch as I drive in I'll never be the shadow We're far from the shallow now Loud and loud and loud What the hell we're fighting for The Cat Waiting for the happening Ah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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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之后再谈谈这一款超低音乐 我自己觉得有可能小点挑剔或不足地 12寸这款R12S 我觉得如果谈认尺寺来说 在香港一般的家居环境来说 我都会觉得是比较大一款超低音扬声 除非我们一间房间可以很独立地玩 否则我认为12吋可能比较大 但要考虑到它也拿了THX 最高规格的认证 本身面向是比较大的使用空间 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这次Predition R12S 超低音扬声器的评论 大致上讲到这里 喜欢影片的朋友请点赞、订阅、订阅 然后按哪个小铃铛或有新影片 便会通知大家 二件事的问题是 R除了有单一单元的超低音扬声器 亦有双单元设计的超低音扬声器 如果你在没有预算的限制下 你自己会想用单单元还是双单元的产品 欢迎大家留言 如果大家对Predition 这个品牌有什么意见 或之前试玩过之后有什么感受 不妨也可以留言交流交流 今天大致上讲到这里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